什么在主界面中居然有着一个吸血鬼 你们难道不好奇这个吸血鬼 它藏在了哪里吗 众所周知主界面中的正中间 停着一艘巨轮 如果你们见过这艘巨轮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主界面左侧的第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唐可一 官方大大说 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吹糖兽 并且他没有吸血鬼的牙齿 很显然他不是吸血鬼 第二个人 唐可西 他是唐可一的妹妹 我们发现 他也没有长吸血鬼的牙齿 所以他不是吸血鬼 我们再来看一下右侧第一个人瑞贝卡 官方大大在简介中写道 他是一个魔法兔 很显然他也不是吸血鬼 你表情包装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瑞贝卡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他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那么主界面中隐藏的吸血鬼 他究竟是谁躲在了哪里 我和学姐发现 他就是看台上的兔妹妹 后妹妹他可不是一只普通的兔子 他会发生变异 变成一只吸血鬼 穿上了吸血鬼的战袍 千真万确 并且最可怕的事情就是 他居然长出了吸血鬼的獠牙 十分的可怕 在游戏中 他和吸血鬼 德古拉六式的妆容完全一致 吸血鬼的战袍 吸血鬼的牙齿 所以说在主界面中 仅藏着一个吸血鬼 而这个吸血鬼 就是躲在看台上的兔妹妹 你们知道了吗 你们知道了吗